今年其实理论上面来讲应该是中日关系很值得珍惜的一年 今年的9月27号对不对 9月29号9月27号是安倍的办办办国葬 隔两天之后呢就是中日建交50周年 可是今年的中日建交50周年各办各的 日本在日本办中国的在中国办表面上来讲可能是个疫情的关系 但是我告诉你40周年也差不多 换句话说他不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中日的中日建交的20周年30周年是怎么办的 你记得刚过世的江泽民 江泽民上礼拜过世 那前天他的上礼办完了 那12月5号那也火化了 他的时代看起来就真的就结束了 可是我们回回顾尤其看中日关系的时候 江泽民从1989年的六四事件之后 他紧急奉召进京 那没有中常委的身份 他只是中央委员 他没有中常委的身份 没有任何北京中央的经验 直接从上海的叫叫你上来 然后你就看到邓小平的把他把一些权力陆陆续续的交交给他 那是1989年 名义上面的领导人是邓小平 可是邓小平陆陆续续把权力交给他 1989年之后因为六四的事件 西方国国家呢对中国发动了一波又又一波 非常强大的抵制 你要知道那个时候中国才改革开放1978年 改革开放10年 那个时候呢 正正是刚开始要露出一点点苗 苗头上来的时候 可是受到的那个打压对中国伤害是很大的 在那个伤害的基础 当时的真正的实实在操作的领导人是江泽民 当背后一个初期呢是有邓小平的 可是在江泽民你想1972年 在当时所谓的七二体是中日建交是1972年 也就是呢 尼克森到到到大陆去的第二年 好那当的当年就1971年 那中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回到联合国 1972年那尼克森的访终了之后 日本的就跟中国就建交 日本就知道那一刻到了 他就跟跟中国的就建交了 那1982年是十周年 那个时候呢中美日的关系基本上面的都在一个一个发发展的快速的上升起没有问题 可是19到了20周年时候是1992年 1992年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 你看到的全全世界西方国家 美国的带头包括联合国里面包括日内瓦里面年年提案都在那修修理做中国 都在那底底制中中国 好但是20周年的时候中日关系是个怎么样的关系 30周年2002年中日关系又是怎么样关系我告诉你那个时候的中日关系都比现在好好很多 为什么 刚好今年是50周年啊所以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时机来回顾究竟中国关系 为什么可以呃从呃当年特别是在八十年代刚刚呃建交之后的十年哈可以说是一个呃蜜月期 那这个蜜月期呃其实之后基本上没有再出现过了 嗯好那但是在九十年代其实也还好就像像大国刚刚你提到的1992年 呃日本天皇还亲自 没错名人天皇史上第一个到中国大陆的受访的就是到中国大陆访问的天皇 呃而且呃我还要补充一点呃他到日本天皇战后到现在还没有去过韩国 嗯但是中国在92年就去了嗯那呃所以这也其实也标志着呃虽然他日本作为一个西方的议员啊这点从来没有变过啊但是他有他的弹性啊的一个外交的路线 尤其是对他的邻国啊那当然最主要是对中国那这一点其实当然现在也不是说完全没有 嗯但是我们也看到就这50年期间有很多的一个变化 其实造成了所谓他的结构性中日之中路关系的结构性化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会觉得有几个呃所谓的历史的转捩点好那么呃 第一个应该还是得稍微提一下这八九嗯八九呢还是有影响我们看到呃日本总理府所每年所做的呃日本国民对中国的呃所谓的亲近感嗯到底有多高好 那这个是已经长达几十年的一个一个调查那其实在呃八九之后还是会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嗯 尽管呃政府方面他还是用一个比较理性啊比较呃就是务实的一个态度也希望呃中国能够继续开放啊继续呃跟呃世界来接轨啊 从这点来讲他有他的啊就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啊有他们理性啊跟务实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也的确反映了整个日本社会对中国开始有所不一样的 因为之前是个蜜月期嗯你看熊猫啊1972年对啊到了上原公园哇那个是那个万人工晓对的那其实现在还有人在排队哦哈哈我我第一次看熊猫呢就在东东都真的哦真的哦好好 那呃所以呃这种状况呃应该是在呃因为之后基本上呃因为改革中国改革开放一方面也需要日本的资金啊以及他的技术哈 那么呃中国呃日本也需要他的一个市场以及他投资的一个对象的这样一个呃呃一个地区所以他也需要中国 那实际上现在我们现在看现在啊这样的经济关系对日本来讲中国是啊呃第一大的经济贸易伙伴嗯对中国来讲他是第二大所以也不小啊那我们知道其实有另外一个转捏点是在二零一零年 中日之间的啊经济的总量嗯发生了逆转没有错就中国正是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我刚好是在今年在香港中文大学21世纪发表一篇论文嗯就是他的题目叫做论呃中日国力逆转正后群嗯来探讨为什么两国关系哈 呃呃会越来越差那二零一零年是一个转变点非常重要一个转变直到现在还受他的影响我的一个解读啊一个解释就是为什么会就就一直越来越不好啊越来越冷淡嗯呃是因为国力逆转的情况之下两边都有问题嗯一方面日本我们知道在1979年嗯呃呃那个傅高一教授呃哈佛大学 非常清楚他也是我的恩师在呃有两度哈那个97到99还有呃08到16年我去了哈佛他是今年过过世人呃去年去年所以呃呃他在疫情前前一年嗯 二零一九年我去看他说他还帮我倒查身体还很好嗯那所以非常难过哈那他其实是美国的日本专专家了呃是而且他还是中的都接都都都都很通的都中日这个是非常罕见 直到现在我没有发现有第二位嗯而且是有影响力的中日都通的是学者在美国没有没有啊目前看不到有他的继承那好呃所以呢就呃这个我的一个解读就是呃一方面日本他听了 四十年Japan is number one嗯就是这个呃傅高一教授提出来的这本书后来也翻译成中文啊中呃日本第一但不只是在呃东亚他在全球各个语言都有翻译了嗯所以是一个一部呃全球畅销的呃的一个书 所以对呃当然对全世界都有一定的影响啊就是美国呃日本的形象啊但是我想对日本社会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嗯啊所以日本他已经听了几十年日本是第一嗯日本不可能是第二嗯可是2010年在一个经济总量当中国超越日本的时候他就不习惯了他没有做好心理的准备啊这个是他的问题当 在这个过游戏里头当民族主义介入比如说呃我们都会有这样一个说法在九十年代之后嗯日本社会开始幼情化幼化嗯那这个是呃当民族主义介入之后使得他们就是认为说中国是个威胁嗯啊所以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一个思考啊就是包括呃就是说如何去应 对中国对中国的威胁而不是寻求一个更积极的如何跟中国来合作来啊互相啊就是来维护整个呃东亚秩序的这样的一个呃呃一个想法啊那反过来中国也有他的问题嗯为什么呢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 嗯这来的太快快到没有心理准备嗯中国社会还没有树立起一个让世人啊肃然起敬的一个大国一个有责任大国的这样一个风范还没建议起来 所以我们看到呃比如说2005年啊当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啊小云呃存一朗他每年都去参加进入神社啊那那个那个时候我们看到中国大陆有呃可以说是进入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以来第一波的反日游行是在2005年啊几个大城市都有那后来我们看到两波的还有两波的更大的反日游行啊 啊是在二零呃一零年还有二零一二年一零年是因为刚好中日之间有两艘船在 钓鱼岛附近的海域相撞没错哦那么后来日本还扣约了这个船长哦那么造成了中国方面有很强的一个反应嗯啊所以全国也发生了呃大规模的这样一个反的游行啊那这个事件就是勉强到了第二年游所啊就是大家都游所 客制好那么到了可是到了二零一二年我们还记得刚好就是十年之前领奖的五十年每个十年都有很重要的事情发生 教育到世界那个是二零一二年就是刚好那一年我呃呃呃呃就是被众研院呃挖过来嗯所以那个时候我一直在呃碰这个议题哈那个包括 厚莎马总统哈也也呃呃是呃 也对我有一定欣赏啊然后就呃让我参与有关钓鱼呃 的台的钓鱼岛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的一个论述哈那么嗯 acid 的一个研究的一个论运哈那么呃hh opposite 所以说双方差点打起来 我那一年2012年的下半年 我去了中国大陆 看到当地的一些城市报纸 然后跟他们的一个交流 整个气氛真的是随时打起来 而且那个时候没有人会相信 如果日本不撤回国有话 中国还可以跟他握手 那个时候没有人会认为有可能 那是有可能的 我想双方的领导人 都有一定的大局观 虽然很多人认为说不如1980年代 那这个是事实 那可是呢 毕竟双方都是没办法搬家 永远都是在邻国 所以还是得寻求一个 如何去化解问题 至少不要让他紧绷到 那要要打仗 要再来一次打仗 我想这个是双方都基本上还是有这个认识 即便是现在非常冷 那这年提的非常好 就是今年9月29号是双方的那个50周年的一个纪念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 那当天我的一个预测 就是本来这双方可以有更多一点的互动 可是我们看到只有双方领导人的发的贺电 对没有别的 毕竟说 毕竟说在东京的中国大使馆 也召开了纪念的那个酒会 那么岸田首相是有可能去打个招呼 或者跟大家就喝一杯酒这样来一共来环渡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 但是我们看到没有 也没有跟中国领导人进行 譬如说是电话的会谈 又或者是视频视讯的这样的一个会谈也没有 可是我们之前看到岸田首相去了印度 去新加坡 所以这意味着的确是双方非常的冷 那这个是今年的一个状况 那么所以整体来讲 我会觉得双方仍然仍然在在一个国力逆转的一个过渡期的一个阶段 还没有走出这个阶段 那么未来加上我们过去这三四年 川普之后中美对立 所以日本更难能够就是那个可以像过去那样 可以有很独自的一个对中国的一个政策 我想目前会比较困难 好 在我们现场的是林全宗 如果不认识林全宗 因为他第一次来到来到我们的龙行天下栏目 第一次来到了观点平台上面 好 但是如果关注亚洲事务的 可能在圈子里面 大概对全宗的熟悉度是很高的 他现在是香港的科技大学 那就就是教中国外交史 那他是日本的东京大大学 东京大学的法学博士 在东京大学呢 他也念的也是东京大学的政治系 好那之后的在冲城大学 在冲城大学 琉球大学 在琉球大的大学任教了十年 好那这些被被警 大家自己去复习 刚刚讲的就是中日关系 他那中日两个国家 在东亚 余量余量情节是免不了的啦 就是当中国崛起的过程 大哥只有一个嘛 就像在学校里面考考试 哦我就是考的比你好啊 那考的比你好那怎么办 但是总会有心结 你刚讲那个我能理解 尤其中国在进到21世纪之后 他的国力膨胀非常非常快 那整个的整个的经济的实力的 被是从我算过从2005年到2010年 这六年的时间 中国的几乎是呢 大概每一年都超过一个G7 国家的速度在在往前跨越 那跨越日本是早晚的问题 不要说超过日本 日本现在的GDP的总量 大概去去年大概是五兆美元 中国都已经到十八兆了 那个已经已经反正就拉开 但是你到底要怎么看中国的倍是这么大 他的面积国土面积是日本的37倍 他的人口的是日本的14倍 你差差距这么大 其实你纯粹就用总量来来讲 我觉得那是一个数字的感觉 就是你就细节的部分来讲 不见得都有可比性 但是中国总体来讲 他的国力成长非常快 今天在国际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力 日本的觉得旁边有这样一个旁人大物 尤其是曾经吃过日本很大的亏 我说你要从个加害者的心态来讲 加害者看到自己的仇人长大了 他一定不安心 这个呢是不是我的理解 就从一个日本的角度来讲 我看到我的仇人曾经那个仇人就知道了 他的爸爸妈妈都我杀的 但是那个小孩子长大了 现在比我更强 我会安心吗 我不安心 就算了那个仇人呢 不找我算账 我还是会觉得心里面的是有点不安全感 中日的关系 这个心结历史的情节很难化解 而且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不但没有化解 而且问题更多了 这几年的时间 我刚之所以用江泽民做比喻 就是中日建交20周年30周年的时候 这是江泽民的时代 那个时代你说中日今天没有问题吗 我说不止台海飞弹危机 那个时候的天安门事件也好 香港问题也好 你即使中美中美关系 当时的中美关系 不要说呢 南南南年的大使馆的被炸 2001年的军机差 差状式事件 问题很很多啊 其实你真的要算账问题很多 更不要说那个时候呢 文部审的教科书的问题 靖国神社的问题 日本右翼的确实在90年代之后 他也不想再在在压抑了 战后压抑了这么久 到了90年代之后呢 日本的右翼呢 基本上面就比较公开的 开始表达他的他的就是说呢 国国国族情感 那种日本左翼当道的那种的 就是说非非非战的反战的 和平宪法框架的那个主思维 不是过去 可是在民间里面 慢慢的就不再是主流了 在学术圈可能仍然是 但是现在我们在看的就是说 40周年50周年 40周年的时候呢 碰到了钓鱼岛 国国有化的问题 2010年的时候 双方的余量情节 当中国的国力的膨胀 到今天大家都知道 中国的国际的影响力 甚至于在亚洲的影响力 大概不会有人认为 日本的影响力比中国大吧 中国的影响力大 还是越来越大 那现在就加上台湾的问题 50周年的用这么冷淡的方式 虽然也没有真的撕破脸 可是你看得出来 就是反正各个各班各个的行李如鱼啦 没有搞得很糟 习近平的第三任期都要开始了 习近平什么时候去日本访问呢 这个议题其实在疫情之前 我们还记得2019年6月 在大阪召开了G20 G20 那那个时候习近平主席是有出席的 那个也是之后的最后一次 那个时候安倍虽然要接待很多的外宾 因为G20有19国的外国的运寿 就会过来 是他可是他花了特别多的时间 跟把最好的时间来啊 就是款待呃那个习近平主席 那就就这点来讲 那个时候还是非常重视中国 对而且在跟呃 习近平呃见面的时候 还特别邀请习近平 以国兵的身份来访问日本 可是我们看他有邀请了 就是希望做博士访问 但还没有实现 那为什么没有实现呃 当然疫情是一个原因 当然同时也是个借口啊 呃就像我刚才提到的 呃那个菅伊伟也好 或者呃岸田也好 都有出国啊 没错啊 都到美美国去多少次了 到北约都都都去了 那呃 当然就是在呃疫情当时的确是一个原因 因为2020年啊 哦疫情爆发 嗯 那你不可能啊 在这种环境底下呃有很多的户外的活动 我相信应该有困难 所以这是呃一方面 但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看到呃日方的整个的环境啊对中国的一个友善的环境其实已经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 嗯 我自己其实已经预测到不可能在短期内有可能实现嗯啊那果然如此而且运萨现在嗯刚才您提到的呃从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呃这其实刚好就是这五十年啊那个呃 当然更早还有周恩来哈那个呃呃这毛周恩年代那呃可是呢基本上因为呃从呃江泽民开始大概是十年嘛嗯各十年所以十年会有一次的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以国兵身份访问 嗯理论上应该这样子江泽民有过胡锦涛有过对所以正常来讲习近平也应该有嗯可是呢他已经上台超过十年了嗯还没有没有没有 而且现在是完全看不到什么时候 虽然我也比较了解日本的状况 包括跟日本的外游省的朋友 还有一些学者专家 还有一些智库的朋友 都有很多的联系 那我也认知到他们其实也没有完全放弃 但现在是把他搁置了 就不提这个事情 那当然现在疫情开始就是好转 那么会不会在未来还有这个机会 这个要看两方面 一方面是日本领导人他的到底的思考在哪里 另一方面就是整个社会的氛围 的确在疫情前 不只是那个我刚才提到那个结构性的一个问题 还有一些还有一些很现实的一些事件的发生 包括他未必就是两两国之间的直接的问题 比如说那个时候所谓的新疆问题也出来 香港问题也出来他们也反应很大 后来对这个台海这议题 那那当然还有传统的 刚才提到的钓鱼岛的问题 他们叫尖格诸岛 那即便到现在中日之间最大的问题 我觉得还是这个钓鱼岛 为什么因为日方非常的不满 这一点可能呃我们华文的的报道会比较少 因为呃他们会说呃譬如说前年2020年啊即便是在疫情的期间 中国的海警船来到钓鱼岛周边来啊巡航 那这个是达到了333天就说几乎每天 每天来那去年就是呃三百三十二天也差不多啊 那今年因为还没有结束啊应该也是差不多 这点他们认为说以前你船没有来 嗯好你现在传来这是一个挑选 而且其中有好几次是进入十二海里 嗯因为二十四海里我们叫个比年区啊 他是可以来但是会受到一个警惕啊 那可是呢进入如果十二海里一般的理解是零海 啊当然钓鱼岛这个是比较特殊 嗯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大陆甚至是台湾 嗯都认为是自己的领土 而且美国大陆对钓鱼岛的主主权是模糊 对那所以他非常特殊 那么呃在这种状况底下呃就是呃目前这个问题 虽然不像十年前那么大爆发啊那个呃那所有人都在讨论啊 但是现在这个对日本来讲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嗯那其实我们之前看到在呃东南亚啊呃的机场峰会里头啊 包括呃岸田文雄跟呃习近平的呃中日呃的首脑会谈里头 呃他也提到这个问题哈那反而中中方会认为说呃那个呃这种啊就是双方的一种啊呃情绪应该呃透过一些呃管控的一个机制啊来化解啊就反而对日本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好我我我我待会再进一步跟你跟你聊聊聊流流球要钓鱼岛回到我们我们刚的那个那问题比如说现在的中日关系这么早 他真的真的是很糟 就是50周年这么重要的时间点大家都没办法坐下来 那你可以看到在在50周年之前或者中韩建交30周年前你看到大陆的也也邀了邀了就说那日本的官员韩那韩韩国的官员试图去化解我我认为中国本来想在今年看能不能有一些融兵的机会 可是谈完以后来的结果来看显然仍然有有些问题是没有办法突破的如果这问题没有办法突破就可惜因为 现在现在中国的外长是王毅王毅可能就要接杨洁篪的位置 王毅是日本通啊是当当下呢日本在中国的官官僚体系里面外交体系里面大概最了解日本的 那王毅是日本通都没办法去解决中日的问题大对中日当然就比较悲观了第二个就是说 你现在如果中国当然也我相信中国也也知道了一个在亚洲政治当中一个有点困扰的事情 在皮尤所所做的全球性的民调里面对对中国观感的民调里面对中国印象最好的在东东南亚 像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些国家对中国印象都很因为他他不是全面做 可是对中国呢最反感的在东北亚在日本跟韩国那个那个比例呢就是讨厌中国的比例都超超高都八成以上 那你他这个跟上个世纪的七年八年是相反上个世纪七年八年年代的时候呢我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在念研究所的时候 美国呢在分析了中中国的外交的时候呢他认为中国最成功的外交就在东北亚 在东北亚中国在东北亚的操操作让中国在东北亚有很大的隐形的影响力可是现在呢基本上面倒过来 好那再来呢第三个就是说钓鱼台的问题呢现在是一个很难解的问题 那美国看起来也在玩玩这个问题那现在把这些呢包括了美日安保了都已经覆盖到钓鱼台 那从中国会低头中国不会低头再来最后呢就是呢今年你光是今年比如说佩洛西所导致的台海的紧张 那从菅义尾菅义尾算任期很短可是菅义尾到美国访问的时候虽然拜登 对他时代是不怎么理喻那基本有点敷衍他那时候有疫情可是菅义尾配合拜 拜登把7-2体制不谈台湾那个呢那个呢那个默契呢就给打破了 从菅义尾访美之后日本这三年的时间每一年而且呢越谈了越深刻越谈越前面越谈了越直白 在这种情况下面呢从中国对日本的情感或或者这种仇恨来讲台湾这个关键的因素吗 甲午战战争留下来的记忆现在就就甚至台湾了那台湾被你日本殖民50年台湾的清日的其情绪 民进党跟日本的不是政治关系而是情感关关系又又是这么的全面中国这件事情来讲不可能不在乎 在这种的背景下面有钓鱼台的问题现在又台湾的问题甚至双边的军军事部署试探 你看佩洛西落地的时候的解放军的军军演几枚的导弹的刀弹的划过台北的上空的就落在你日本的经济海域里面呢日本会不会叫他当然叫 可中国在不在乎也不在乎 换到说现在的大家的都有情情趣在上来背后都有民族主义在支撑的时候中日关系还没有化解机会吗 呃其实我们刚才会回顾一下哈那个 三十年的时候啊有历史问题 嗯四十年的时候啊有这个钓鱼岛问题 嗯五十年的时候现在有所谓在日本来讲 有所谓的台湾有事嗯所以很有可能这个台湾的议题会成为未来是未来几年 或者说我们讲的五十年啊之后的这一段时间 嗯未来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冲突点应该有可能嗯 嗯那呃我们知道应该是呃去年的三月十六号呃美日二加二之后 首次把这个台湾啊这个议题写入他们的联合声明没错 那之后我们看到所有的呃呃呃呃那个不只是美日的一些峰会 包括美国其他的美韩甚至日欧啊那个都把这个写进去都写进去 嗯所以呃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是要把台湾问题国际化的嗯有这样的一个操作 没错嗯那呃这个议题呃因为过去并不是说在台湾在日本没有人呃就提还是有哈有潜在的问题是存在的 但是直到去年因为他们正式写入这个文件里头之后 那就变成了一个很公开可以公开讨论可以堂堂正正讨论的议题在呃日本的社会里头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炒作啊就是从去年的三月到现在现在还在持续嗯未来可能还要为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那这个议题所谓的台湾有事议题就变成了一个啊就是呃可能日本社会比美国还关注嗯啊当然他能够做的非常有限 现在我们也在观察美国呃日本可以做什么嗯啊那这个呃会涉及到我们稍后可能会谈到的琉球这个问题啊 那呃所以呃这样的一个变化呃我觉得在未来啊就是很难就是消失这个议题 所以呢我们很难乐观未来几年或者可预见的未来中日关系会好转 嗯所以台湾所谓的台湾有事这个议题会越烧越大 嗯嗯好因为最最近尤其在佩洛西落地之后那不不止这件事情而是这几年的时间我觉得中日之间的较量以他的军事层面慢慢的出来了 在钓鱼岛的时候都还是海警船 可是其实现在已经不是海警船的问题 现在都已经你像中中俄的中俄的军军军 几乎每年联航的时候呢都在日本周围绕 那个当然非常刻意了 你说日本即使他不公开讲话 日本的自卫队日本的日日本的防防卫省会会不在乎吗 当然很在乎啊你的你的军舰刻意的从我的从我的这些呢这些包括大雨啊等等这些 青青海峡穿来穿去的把我的岛的绕一圈当然非常刻意 那最近的日本的在在西南诸岛游有有尤其是八重山群岛的军事的部署 基地的开开放现在的买买巡异岛导弹那包括与那国国岛 这些都已经是在贴着台湾的后后面基本上面他不只是讲 而是你看得出来他的军事部署是真的在为台湾有事在做准备的 嗯十年前哈就刚好中日四十年的时候 我们刚才有提到那个钓鱼岛呃问题的大爆发 诶我从那个时候我我如果有讲错的地方 你要不要纠纵我呃那个时候呃安倍还才刚刚重新入主 嗯第二第二任局啊那二零一二年的十二月他当再次当选哈 所以那个时候呃他已经在所谓的呃日本的安保政策的一个方向开始调整 嗯过去他把北朝鲜嗯作为他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假威胁 所以他们所有的一个部署都会意识到这个嗯北朝鲜这个存在在北边嗯 可是呢从那个二零一二年开始他入主这个呃首相府之后 嗯他的整个安保的政策方向开始变化 把主轴来应对中国 尤其是这个钓鱼岛的周边就是他所称的西南珠岛就是琉球哈 那过去其实在这个特别是呃琉球的南部 嗯离台湾最近的八重山群岛还有宫谷群岛这以前是几十年是没有军队的 没错连美军都没有没错啊可是这十年一下子就全部都有了啊 以前台湾的渔渔民反正不管是避避风啊等等通婚啊都常常在这倒进进出出 其实大家都都不计较的就日本也知道很很多的台湾的渔民 风就就是都要就过去了那来来回回其实台湾也睁眼闭眼 日本也睁眼闭眼那个基本上是一个比较开放的空空空间 没有太多的政治跟军事力量但现在并不是了 对呃这个地区其实对中国也非常重要啊 中国很多的军舰啊所谓的冲出第一岛链啊都必须很多时候是经过这个公国海峡没错 那共国海峡八重山呃离台湾又非常的近啊 那我们刚才提到说在美日呃呃中美对立之下 呃日本他其实很难啊就不被捡进去啊 所以一方面在过去的十年前他开始部署的时候 主要还是针对呃钓鱼岛嗯所谓的他认为中国实力越来越强 可能要改变这个旋转可能要夺到所以他很多的部署是朝这个方向来转变 可是到了十年后的今天嗯就是五十年的呃这个时候 他的这个在西南诸岛的一个部署嗯他的一个方向其实不再仅仅是钓鱼岛嗯还包括所谓的台湾有事嗯啊 那这个就造成了一个呃他有多一个理由啊多一个借口啊来进行这部分的规划嗯那事实上呃根据我的了解在现阶段 他们在谈了很多有关的台湾呃呃有事但实际上能够做的因为他限于他的法规啊 啊所以他不可能呃即便是主观啊或许会跟呃美国一起啊未来有可能会介入台湾海峡的这样给我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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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事或者危机 但是呢他的法规是不允许的嗯所以他不可能呃就说跟所谓的美国一起出兵啊这个不可能发生 所以他是目前可以做了就是所谓的强化西南诸导的防卫嗯他认为强化这部分本身是帮到美国来应对所谓的台湾危机啊那这是他目前的一个战略的一个方向那事实上呃也只能这样做啊那呃这个到底如何去理解啊这个呃究竟是不是真的能够所谓的呃帮到啊那个美国来也来来应对这个呃台海危机啊 这个有不同的一个理解哈那么呃但是呢呃呃日本他们最近有一个一个新的认知认为如果呃中国大陆要打台湾的话他很可能要先把西南诸导摧毁才有可能嗯来打否则的话他很难应对或者说很难避免美国不介入嗯事实上美国在呃琉球群岛啊在所谓的西南诸导没错他部署了呃 呃比如说呃冲绳本岛有百分之二十的土地是美军基地没错好那这个造成了就是说呃如果是假设美国要介入的话他必须主要的还是从西南诸导的美军基地没错来寄介入 嗯事实上我们呃之前看到八月的呃裴洛西访台的时候呃他从马来西亚飞呃台北的松山机场嗯他的呃所谓的啊护航的的美军飞机就是从嗯冲绳 就是像你讲的西南诸导的加首纳基地呃飞去马来西亚然后陪他呃就是来到呃就是呃台湾的领空那个是美国在亚洲最大的空军基地没有错所以呢呃我们不可能会认为说呃他就坐在那边看哈所以我也这也是我认为美国还是会会介入的只是如何介入的问题哈那当然呃这个议题或许我们可以呃留未来来呃来来来讨论 我想补充一点就是呃虽然他日本对这个西南诸导的一个强化他的所谓的防卫哈那一方面为了呃呃钓鱼到他们成的呃建国诸导哈那同时也开始呃以以这样的一个强化西南诸导来思考应对啊怎么去呃配合美国来应对台海危机